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報道器 我是阿雅 大概將近一年之前呢 我們有跟Skoda合作了黑熊保育的計畫喔 那其實這樣子我們陸陸續續的已經拍了 三支跟黑熊保育相關的題材了 這支片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參與黑熊保育相關活動這一年來的心得 第一個問題要問雅雅 在參與這次活動之前呢 對於台灣黑熊的認識是什麼 其實我原本就只是喜歡熊 然後我知道台灣黑熊是保育類 但我完全沒有概念 比如說熊的大小啊 然後只有在圖片上看過它 但不知道它到底會長多大 然後甚至它的脾氣怎麼樣 然後它有什麼特徵都不是很清楚 就是只有很明顯的一個V嘛 其他沒有太多的了解 那之前知道說哪裡有黑熊嗎 不知道 我只是想說可能在山上 某個地方跑來跑去吧 我不知道它到底分布在哪裡 第一次進到台灣黑熊教育館 有什麼新發現呢 我也是來這邊之後才看到 台灣黑熊的標本 而且是實體 因為裡面就有展示了一隻熊媽媽 它可能是在懸崖邊 不小心失足墜下 然後後來就經過黑熊保育協會 志工啊還有工作同仁 還有一些學者夥伴們 協力把這個熊媽媽的身體運到 可以儲存跟保存 還有做研究的地方 然後再來到這邊展示給民眾 讓民眾可以比較親近知道說 台灣黑熊到底本人是什麼樣子 我也是藉由這個機會才知道說 黑熊的概念就只會從模糊變成清晰 對這是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地方 所以那一次有看到熊媽媽 那有看到最小的熊寶寶 到底是多大呢 最小的熊寶寶 其實熊寶寶出生的大小 就大概只有這樣耶 你可以想像嗎 你看一隻母熊可能150公分 150公分160公分 但是他生出來的寶寶 只有這麼小耶 然後在第一支影片中啊 帶領我們參觀黑熊教育館的志工大哥 他有跟我們介紹到這個小黑寶 他就是按照黑熊寶寶出生的身高 下去1比1模擬出來的 真的是沒有想到耶 你看黑熊這麼大隻 你看生出來的寶寶這麼小隻 我覺得這反差其實蠻大的嘛 那如果大家爬山的時候 真的發現落單的黑熊 大家應該怎麼辦呢 這個也是台灣黑熊保育協會 以及黑熊保育的志工們 一直不斷在宣導的 如果你看到熊請不要驚慌 不要害怕 因為有90%的機率 熊都會比你先跑 因為牠比你更害怕 那如果你真的不小心 可能因為你是天選之人 跟牠在某一個轉角巧遇了 第一個動作 你不要切記哦 不要驚慌尖叫 不要啊好可怕 千萬不要 看到黑熊你就默默的 雙手伸出來告訴牠 你沒有要攻擊沒有武器 然後慢慢的往後退慢慢的往後退 腳步很慢腳步很慢 如果你在時候做動作太大 或是發出太尖銳的噪音 有可能會刺激到熊 讓牠以為你是有攻擊性的 所以先發自了 就開始咬你啊 或是抓你 這樣對你來講 反而會造成危險 所以切記哦 看到黑熊第一件事 就是雙手伸出來 慢慢的往後 很慢的往後很慢的往後 這樣就可以讓你保持一個 最禮貌的距離 而且讓你可以成功脫身 對於台灣黑熊保育 大家可以做什麼呢 我的想法是 自從跟Skoda有這個合作機會之後呢 我才了解到 其實黑熊保育 它背後需要動用的資源 不管是人力也好 或是晶圓也好 或是你要耗費的心力研究 都比想像中多很多很多很多 那如果我們生活做到的朋友 可以從認識黑熊開始做起 那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幫助的話 我會建議啦 像我個人是都有定期會幫 台灣黑熊保育協會做一些捐款 雖然金額不大啦 就是就我的力量 雖然微博的心意 但是累積起來也是厚厚的大理嘛對不對 好那這些金額呢 都可以讓他們去研究黑熊 你知道嗎 光是追蹤黑熊的那個GPS項圈 就要價不菲 那如果沒有背後民眾的支持的話 就算學者們 上山真的遇到黑熊了 但沒有器材他們要怎麼追蹤 這不是很可惜的事情嗎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傾向的 不是這種金額上的協助的話 你也可以參加黑熊保育協會 他們舉辦的展覽啦 或是邀你的好朋友們 一起來參與黑熊保育相關的活動 我相信他們都會受益良多 然後再把這個向上一起保護的心 傳達下去 這就是我們身為一般民眾可以做到的 當然啦當然啦 如果你是真的心有餘力的話 而且是這樣有行動力的話 你真的是可以去黑熊保育協會 登陸我想參與志工 那經過志工培訓之後 是真的可以上山跟著團隊們去考察 這個呢就是我們可以做到的最高境界了 最後一題啊 這個我們的黑熊保育應該是你這一年來最常開的車吧 哦 對 那有沒有幫助你增進你的開車的技巧 我覺得應該是說 藉由這台車讓站長對我的開車技術更放心了 他以前從來沒想到我會開車 而且開車技術居然還不錯呢 這應該是算站長對我改觀最大的一個因素了 對要感謝Shikoda 也感謝有這一次可以跟台灣黑熊保育協會 一直密切交流的機會 那希望看到這支影片的朋友們都可以關注黑熊保育協會上面發布的訊息 或是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到黑熊媽媽就是黃美秀教授 他的粉絲專頁去瀏覽一下 上面都有非常明確的告知說 現在學會發現黑熊的動向 或是保育的動向 以及最新黑熊的蹤跡 這些訊息都會在上面定期更新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們也都可以上去逛逛哦 好啦 以上是我跟大家分享 這一年來我跟徐哥達合作 那參與這些黑熊保育相關事宜的一些心路歷程 那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重視黑熊保育這個議題啦 感謝您的收看我是阿姨阿 我們下回再見囉 掰噗